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组织行为 各位同学好 我们今天讲的是第十二讲 有关领导 那么我们首先先听我们夏博士 就领导的理论 先跟同学那么做介绍 那么接着再来我来谈一下 那么领导的一些运用 那我们就请夏博士 先跟我们谈一下 有关领导的相关的理论基础 谢谢 好 我们现在谈到领导 领导首先有领导者 我们最常碰到的领导者 像在学校有校长 在公司里面有总经理 在军队里面有连长 排长 这些都是领导者 那我们来看一下领导者的定义 领导者是为求达到组织的目标 所采取的一致性领导行为 那因领导者这个作风有一些不同 而有不同的领导形态 也是这种领导风格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 我们常碰到的这种叫做专制型领导 他是这个集中职权 只是工作方法 制定出决策 以及限制员工参与的这个领导者 就是一定要照着他的方法去做 没有任何一种意见 他不接受 这是专制型的领导者 那这种领导者又称为这个独裁型的领导者 他企图经由这个团体认可 而拥有这个最多的权力 专断自为 以工作为导向 这种是这个专制型领导者 那这个优点 是这个决策速度很快 但是他的这个缺点 就是这个员工日久养成这个依赖心理 因为这个反正都是要照你的去做 我也不需要考虑太多 我也不用动脑筋 我也不用这个帮忙解决问题 这个是这个他的缺点 那员工自我价值上是无疑 就是这个员工啊 自然他也没有什么自我价值 因为这个功劳啊 都是这个领导者啊 那个拿去了 因为这个都是他的决定嘛 你只是照着做而已 那员工无法提起工作兴趣 缺乏工作热忱 因为这个不需要动什么脑筋啊 这个人啊就像这个机器一样 说一动做一动 所以啊他更不可能有什么热忱啊 那意见交流的这个通路被闭设 造成上下隔阂这个严重的现象 因为你不能有任何意见 所以这个通路啊自然就闭设 没有办法沟通啊 因为他不接受沟通 另外一种领导啊 是这个民主型的领导 这个民主咨询型的这个领导者啊 在做决策前啊 会关切听取团体的意见 视为重要的这个资讯 收集的活动 由这个领导者自己做最后的决定 这种领导者啊 他会这个可能先办个会议 听取各方的意见 当然他是最后决定者 那这种情况啊 他这个速度会比较慢 没有这个专制型的独裁者啊 速度快 那这种民主参考型的这个领导者 他是鼓励团体成员啊 对一个主题加以讨论 然后做一个能反映 一致性意见的这个决策 这种叫做这个民主参考型的领导者 那他的优点在于这个提招部署的 这个自尊心啊 与自信心啊 因为你能够参与决策嘛 你等于是这个半个这个领导者 所以你会这个更有这个自尊心啊 会更有自信心啊 那博取这个众议啊 及时广义 制定这个周详计划 及这个正确的这个决策 因为啊这个专制型的这个领导者啊 他什么啊 这个决定都下得很快 他没有办法考虑到比较全面 可是你听取这个很多人的意见之后 你再做一个决定 那个决定是比较这个综合性的 而不是这个专断性的 那人性的这个尊元啊 会受到重视 因为这个 你有这个发表意见的机会啊 有发言权啊 所以自然啊 这个人性的尊元就受到重视了 那缺点啊就是这个 这个比较幼柔寡断啊 会比较浪费时间 那如果主管本身啊 责任感不够 只求圆滑应付啊 就变成这个相怨 那缺点就是说 如果这个领导者啊 他这个太过幼柔寡断啊 他没有办法这个 在这个所有的意见里面啊 找出一个这个 最适合的这个决定啊 这个就会形成这种 这个咨询型这个 领导者的这个缺点 再来就是这个放任性领导 放任性领导啊 他是这个 给员工完全自由做决策 尤其自行选择 是这样的这个工作方法 这个放任性啊 就是说这个完全无为而至啊 由员工啊 自行去这个 处理这个所有的事情 对这个优劣啊 他也不做批评 功过也没有什么奖程 这个是 这个部署之间啊 有时候会造成这个很大的距离啊 最后这个情况也有点 跟这个独裁室的这个领导 相似 所以他缺点就是这个 比较容易造成意见分歧啊 正出多门啊 那个主管啊 他处于这个孤立之境 人员也培养那个 自我本位主义啊 这个 这个下面的这个成员啊 有时候会 比较本位主义啊 稍微比较自私啊 那工作意志啊 会比较消沉 态度消极 那生产力啊 也会这个比较低落 再来我们看一下图表啊 我们对这个三种 这个领导的这个形态啊 我们来做一个这个整合啊 在这个决策方面啊 这个专政型的这个领导者 他是领导者自己来决定 那民主型的领导者啊 他是由这个这个部署参与啊 他的这个责任感会比较强 会造成那个 让这个部署的责任感会比较强 那这个放任型的啊 的领导者啊 他是群体自行来决策 请示主管下来认同 在沟通参与方面啊 这个专制型的这个领导者 他是上下沟通比较少 所以刚刚谈到这个比较闭塞 那民主型啊 他是这个群体参与啊 向心力强 大家有自尊心有自信心啊 或者是向心力就跟着增强 那方案型啊 这个上下沟通少 因为啊 这个领导者啊 他不管事 所以也没什么好沟通的啊 在工作设计方面 这个专制型的这个领导者 他是这个听从命令来行事啊 在民主型的这个领导者下面啊 是这个主管监督执行 部署创新发展 这个部署啊 他会动脑筋啊 所以会创新啊 那这个放任型啊 他是这个部署的这个自行规范啊 还有这个摸索啊 这个也没有什么奖程 好 我们休息一下 接着我们来谈一下呢 这个领导当然必须要 这个追随者 我们讲领导本身后面一定要追随 没有追随者就谈不上是一个领导 要跟从的人啊 那么我们这些跟从人 或者是这些员工啊 那么基本上 我们根据前面跟同学讲过 介绍过就是我们讲的XYZ理论啊 那么也就是说呢 这个领导者必须要根据啊 这个员工或者追随者 那么他的一个人性啊 那么做一个适当的一个领导 例如说我们对X型的 理论的这个人啊 那么我们可能呢 强调是人不喜欢工作啊 那么不喜欢啊 这个这个这个被指导啊 那么或者甚至于逃避啊 这个工作 那么所以呢他也不喜欢主动的 那么去思考那么一些问题 那至于这样的人 我们应该如何来领导他呢 那么就是刚刚陈如刚刚我们 工作人员 那么所以他就大概是属于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另外我们谈到是有关这个Y 这个理论的这个形式的这个员工了 那么Y型式的这个员工呢 基本上来讲他呢认为啊 工作跟是生活的一部分 他认为工作是必然的 而且是要全心全意的 去把工作做好 那么所以呢另外呢 他相当有责任感 他认为这个事情交互给我 我就要把它做好啊 那么来达成啊 这样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目的 那么而且呢 他交互你呢 你会达到认同啊 就是说呢 在认同的指向之下呢 那么去把这个工作啊 做好 而且呢他会极力的去解决 那么在工作的问题 在解决工作时候 所碰到的问题 他会自行去啊 积极的摩求啊 那么这个解决 或者创新那个想法 把这个问题那么解决掉 所以人呢基本上呢 都是聪明的 但是我们就必须要去鼓励他 要去激励他 让他的潜力啊 能够有所花费 那么这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要采用什么 参与式的领导 或者民主式的领导 那么让他能够把这个事情 那么做得更好 那至于说这个Z理论来讲呢 就是我们认为啊 这个胡萝卜啊 跟皮鞭啊都要坚固了 也就是说呢 我们制度跟人都不需要坚固 也就是我们对于制度啊 要遵守 人我们要去体谅他 去体会他 那么再来激励跟逞华 那么两者要并用 那么再来生理跟心理上面 我们都必须要不能注重在 生理方面心理上 尤其现在越来越重要 有关心理的平衡啊 心理是不是能够很满足啊 那么以及我们在静态动态方面的组织呢 我们必须呢 我们必须呢 要能够啊 兼顾啊 那么基本上 那么德里斯尔 那么博士呢 将领导的形态啊 那么按照人格的形态 分成四种 那么第一种 我们给同学解释 叫理性式的那么领导 也就是呢 这个领导者 他会去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一个能力啊 然后呢 实际上都按照一定的 那么逻辑的程序啊 那么来说服大家 那么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么来达到我们的目的 那么第二种领导 我们称为客观型的领导 也就是说呢 他能够啊 那么接受大家的意见 综合大家的意见 那么寻求一个什么 最佳的一个方式 那么来解决啊 那么做决策 那么让这个组织啊 能够有很好的一个成长 那么再来就是激励型的领导 那么激励型领导 这一类领导人物呢 基本上 那么就具备有所谓的竞争啊 自我表现的一个倾向 那么就是能够 鼓舞大家的事情 所谓内在啊 心理上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绪啊 那么把这个事情做好 那么再来就是 支持型的领导 就是我们由员工为主导 那么基本上 那么领导是 正在一个协助的角色啊 那么来支持他 那么来全力的 support 让他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好 那么这一类的领导者会让员工啊 非常有成就感 因为他觉得这个事情啊 那么是我自己 那么有意愿 然后把它完成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那么所以我们看到有效的领导呢 那么基本上来讲呢 逐何来做出一个好的领导 那么应该有哪些原则呢 那么首先看到第一个呢 就是必须要树立良好的典范 也就是说呢 领导者一定要有良好的品德 要有良好的技能 要有好的沟通能力 让人家觉得你是值得笑话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典范人物 第二个呢 就是要给予员工正确的方向跟方针 也不要呢 认为说他都不懂 然后不去领导他 让他自由地花飞 那这样子力量会分散 那这样组织的绩效呢 就不会很好 那么再就是要让员工呢 提出意见 也就是呢 我们希望员工啊 能够及时广议 让员工能够有主动 那么积极思考 那么愿意呢 提供更多的讯息 让领导者 那么有更广泛的 更宽广的一个视野 那么来做一个决策 那么让这个事情 能够更圆满更和谐 再来呢 我们必须要什么 领导者一定要支持员工 员工做什么事情 只要是对的 我们一定要公开的支持他 这样才会有更多的员工啊 那么愿意从事 这样乐于从事 而且乐于尝试 那么这样的一个突破 所以这样士气 那么才会有所打针 那么再来我们所谈到的 就是要当众的赞美 那么也就是说呢 我们要给适当的鼓励员工 那么要当着大家的面 那么给他鼓励 那么这样让他觉得 他非常的一个荣誉 那么会持续的 那么获得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么让工作 他会工作更卖力 那么如果有做得不好的 那记得一定要私底下 那么找他来谈 那么告诉他问题在哪里 而不能在公开的场合去 那么谈论这个事情 或者批评他 让他觉得遭受到羞辱 那么这样可能会让整个士气 那么受到很大的一个打击 那么再来我们要给予什么 信任 我们千万一定要相信 如果你就要做这个事 一定要相信他 而不要认为呢 不相信他 让他觉得他做事情 那么有太多的一个犹豫 或者不敢全力以赴 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 一定要给予全力的支持跟信任 再来呢 要使员工有参与新的发展 也就是呢 我们必须要让员工有所成长 所以新的发展 一定要让他参与 那他才会觉得有学习的机会 那么让整个企业组织 那么才有成长的一个空间 那么当然最重要 现在呢 变成社会变化 整个世界变化很快 就要接受创新 也就是员工有创新的想法 新的想法 不同的程序 不同的工作的一个流程的改变 我们都必须去思考 是不是这样子会让我们的工作 那么更有效率 而不要没守成规 那么一点都不去改变他 那这样子呢 如果说他的创新的点子 为公司所接受 应该给予适当的鼓励 或者是表扬 那么这样子会让整个 那么工厂 或者整个组织呢 有新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创意的一个出现 好 那我们同学 我们先给同学介绍到这里 我们先休息一下 谢谢 好 各位同学 我们接着再谈一下领导 我们刚刚所谈的呢 大概都是属于这个国外的 方面的这个领导的一个理论 或者是他的一个整理 那其实我们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 我们有这么多的帝王 那么其实每个人呢 都有他领导不同的风格 我想各位同学也都看过 那么这个读过历史书啊 包括秦始皇 包括汉武帝啊 那么包括清朝的雍正啊 以及乾隆等等这些呢 那么其实他们都可以算是 那么一个领导 那么基本上中国的这些领导呢 那么他到底是有哪些 那么理念呢 我想这个我们必须要从春秋啊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时代来谈起啊 那么早期来讲 我们知道在春秋时代 我们孔子为标榜的这个儒家的一种思想 所以我们往后的这些朝代呢 大概都是尊孔 那么尊孔就是以儒家的思想 为我们领导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们讲它是一个思想的一个 领导的一个方式 那么基本上呢 儒家就是比较着重于在伦理啊 那么以及着重这个次序啊 那么以人伦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么以道德那么来归换 那么希望每个人呢 大致上都能够有这个 以民为本啊 关怀啊 人民为主的一个出发点 那么这个整个的过程呢 我们也称之为 那么一个所谓的内圣啊 那么再来我们谈到清朝啊 能够统一啊 那么最主要就是我们讲的法治了 因为人这么多 我们怎么去管理他呢 我们就必须要立下一些规则 那么一些制度 让这个大部分的人呢 都能够有所遵从 那么就是一个法治的一个开始 因为你没有办法 一个一个道德的劝说 你没有办法一个告诉他 所以你就必须要立法 立规章 让每个人去遵守啊 这样的一个情形 就是我们的法治 那么法治来讲 最主要我们是韩非子 各位知道了 那么韩非子呢 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什么 这个领导 所以他是以什么法术 也就是呢 他必须呢 运循一定的 那么这个规定 那么赏罚要分明 不能呢 有这个不同的情况 所以呢 王子以诉明犯罪啊 都是相同的一个处置 那么所以我们重视时效 那么其实在我们的法家的 这种领导的理念呢 那么基本上是最有效率的 那么一种领导方式 但是以中文来讲 也是最没有人性的 那么一种领导的方式了 接着我们谈到是道家思想 那么道家的一个领导方式呢 基本上道家的理念呢 就是崇尚自然 那么尊重每一个人 尊重每一个人 那么所以呢 我们说无为而至啊 我想这个是同学大概最清楚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而且呢 就是我们所谈到的 那么它是呢 基本上是淡薄这个权力 那么每个人都应该啊 那么知道自己的修身养性 该如何去做好自己的事情 其实呢 每个人如果把自己周边的事物 都处理好 其实这整个的组织 就能够非常的好 所以呢 其实道家也有道家的领导的一个理念的一个存在 当然这个先决条件是 每个人的必须他基本的素养层次是要高的 那么自我知道 那么他应该啊 那么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 那么这个才有办法 那么来达到那么道家的一个领导的一个境界 那么我们谈到领导跟我们下属之间啊 跟追随之间 最重要的一个要素叫做信任 也就是追随者如果今天不信任领导者 那他不会追随你 他不会根据你的那么意念或者信念 那么来完成那么你的工作 所以呢 信任是什么呢 信任就是一种啊 对人的一种什么正面的期望 我们呢 常常是借由对方的语言或者行为 那么或者是以他所做的决定 相信他不会出卖我们 不会做一个什么 偷鸡的行为 所以一个领导者呢 基本上一定要树立啊 那么信誉 让人家相信你啊 相信你 那么信任呢 基本上来讲 那么他有这个所谓的风险性啊 那么他是熟悉性的呢 还是属于风险性的 如果是过去以往他的所做的事情 那么当然我们相信 啊 当同类型相同性质属性的事情呢 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啊 类似的表现 但如果这个事情呢 从来都没有碰到过 那么这个可能就有风险性 因为你不知道 那么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啊 领导的一个方式 或什么样的看法 以及决策啊 那么信任最主要构成的因素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领导者一定要正直啊 那么正直最主要是指诚实 很真实啊 那么再就是领导者必须要什么 要有能力 你今天讲了半天 你到底有没有能力做这件事情呢 啊 所以领导者一定要有具备相当的能力啊 那么来不管是在知识上 或者是在人际关系上 或者是在技能方面呢 他都必须有相当的一个程度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啊 这个能力了 那么再就谈到一致性 这个一致性很重要 就是说这个人的前后啊 不管是去年 今年 前年 类似的事情 他的处事 待人都是一样的 绝对不会让他怀疑说 他是捉摸不定的啊 一个捉摸不定的人是没有办法取得那么部署或者追随者的一个信任的 再要忠诚啊 忠诚有时候我们谈到是说属下对上面的忠诚 其实领导者也必须要对属下什么忠诚 就是没有任何的欺瞒的意思啊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也要保护属下的颜面啊 也不能够任意的来消遣他或者任意来取笑他啊 我想这个都会让这个追随者那么远离的一个情况 第二个我们要再来就谈到开放 也就是说你要有足够的胸襟呢 能够接受啊 那么大家的看法跟建议 那么然后呢 愿意告诉你真实的想法跟看法以及真实的情况 那么这样子呢这个领导者才能做出最正确的一个决策 所以呢这个信任呢 是不管是领导或者是部署之间呢 都应该而且必须那么非常那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那么接着我们谈到呢 是有关这个有效的啊 这个刚刚所谈到这个有效的领导给同学介绍到这里 接着我们看一下就是 有效领导者扮演的那么角色跟观点 我们这边有几个字卡呢 那么给同学来介绍一下 第一个我们看到呢 这个角色的扮演啊 领导者扮演什么角色呢 我们这边大概给同学啊分类了 大概分成啊 那么七种角色的扮演 那么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是梦想家 就是他有梦 我们讲有梦最美啊 那么梦想家呢 就是了解现实的一个状况的事实 那么了解所领导的单位 那么为他的组织带来顺序 什么叫顺序呢 就事情的执行 有一个步骤 一个步骤那么来执行 这叫顺序了啊 梦想家呢 我这边个人呢 那么给同学介绍一位领导人物 叫做金恩 不知道同学知不知道这个King 这个金恩呢 金恩就是领导黑人啊 那么取得这个革命 民主革命让他黑人能够在美国啊 能够跟其他的人一起平起平坐 争取黑人的民主的权益 就是金恩 他用静坐的方式 不是用对抗的方式 那么公车 大臣公车啊 不可以分黑人公车 白人公车啊 那么等等 这都是由金恩啊 一步一步的 那么来完成黑人 那么民主化 让他得到那么应有的 一般的 跟白人一样的权益 那么再来我们看到呢 是象征者 那么这边我给同学介绍呢 就是王永庆啊 王永庆 那么基本上他对部署呢 棘手信用 而且他是一个良好的 这个所谓的沟通者 他能够传达他的理念 告诉我们企业的精神 以及我们想要做的这些事情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王永庆 我认为他是一个领导的 一个symbol 象征者 那接着我们看到是创新者 创新者的领导呢 他是乐于创造新的 物件或者体制 或者鼓励呢 部署啊 那么独立作业或者创新 那这边我给同学呢 认为是什么 Steve Jobs 就是Apple的这个创办人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苹果电脑 最早苹果电脑 这个没有所谓的个人电脑 那么由Steve Jobs呢 那么发展出Apple 2 让每个人都拥有 一个电脑设备 可以来做计算 那么接着他第二次 回到苹果公司呢 能够创造出iPhone iPad 那么甚至是iTune 那么等等这些呢 都是一个创新 所以呢 甚至于他把Apple Company 公司呢 改名叫做Apple Company 就把这computer拿掉了 也就是说呢 他把苹果公司 不再是一个电脑 单纯的电脑公司 而是苹果公司 他可以做任何有关 跟电子设备 或者跟人的服务有关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研究 以及创新 接着我们看到个变通者 也就是呢 他注重管理的 连续性的一个计划 那么能够充分的授权 那么这个变通者 我们是以Bilibada 以欧洲的 那么一个名字Bilibada 为主要的 那么给同学呢 所做的一个介绍 那么接着我们再给同学介绍呢 就是我们的机合员 那么机合员呢 基本上来讲 它有具有什么高度的 什么绩效的标准 也就是任何的工作 一定要很有绩效 了解组织内各项活动 那么鼓励呢 自我监督 这个我们可以从 二十世界大战里面 我发现有非常多的领导者 那么包括马卡阿塞呢 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么还有就是 我们有外交官的 像这个我们丘吉尔 那么还有我们讲的甘地 我想大家都是知道 印度这个赴王甘地 那么这些呢 都是非常具有特色的 一个领导者 那么都有强烈的 自我的概念 强烈的驱动力 那么以及 当然必须要过人的精力 跟体力了 这样才能办好 领导者的一个角色 好 所以呢 我跟同学讲 其实领导呢 最本上还有其他的分类 例如说像魅力领导啦 情境领导啦 或者是全面领导啦 其实这个都是有关 领导对于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看法 那么其实没有说 一定要怎么样 那么其实领导是 一个交叉的一个运用 那我们今天就给同学 那么领导介绍到这里 那么谢谢各位 那么同学的一个收看 谢谢